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我是Kopa 今天的入場有點不一樣 這是因為最近看了非常多的留言 決定來做一個澄清 也就是你看我的影片 希望你注意以下的事項 首先是我的影片的數據 是緊攻參考 有可能我打錯 有可能比賽是RNG 更有可能實戰的變化 不如我影片裡面的假設 那我影片裡面的假設 當然是所謂的對決才同意基礎 那這個同意基礎 其實在影片的圖示裡面有提到 就是關於半百分之五十 攻擊症加百分之十 超極限四次突破是全滿 那這些在球場上 是不是一定會如此 當然不可能 但是我沒有時間去納入所有的可能 在過去我的確有做過 比如說扣半差百分之五 差百分之十等等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實際到場上經過加減 可能只有差百分之二 可能差百分之七 那個五跟十其實參考 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那所謂對決才同意基礎 只是讓你知道 這張卡跟其他的卡 有一個比較 能夠比較出來說 原來他們在同樣的基礎下 哪一張是比較好 哪一張是比另外一張好 而不代表說你放在球場上 就一定會是這樣的呈現結果 第三個就是最近很多人在跟我強調的 那我也在這裡再次澄清 我給的是抽卡建議 麻煩你們 如果有機會再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給的是抽卡建議 我從來沒有給球員強度 我沒有否定過任何一個球員的好或壞 我再次強調我給的是抽卡建議 至於這個建議 是我自己來決定的 至於影片錄製的時候 沒有辦法預測未來就是指 之後的卡會怎麼出 會怎麼去搭配現在我要介紹的球員 我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我只能以錄製的當下去做 所有的資料的呈現跟判斷 接下來我們來看 尤利亞諾戈薩的介紹 這張卡是球團雷交球團 我這裡寫它是成為月中戈薩的踏腳石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張卡本身雖然不錯 但其實它可以幫助月中戈薩更上一層樓 我們來看看內容 首先是防禦對決攻擊 戈薩在這邊 他的必殺技 鏟球465斷球440 其實你看到必殺技就知道 他的斷球應該是偏弱的 他的特色就是 面對前鋒有加20% 這裡數據有一點不同 因為這張卡是很罕見的 隸屬性但是 對隸屬性有另外的加成7% 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同屬性居然有加成 我們來看看他的數據 鏟球面對基屬性的前鋒有33.9萬 面對隸屬屬屬的前鋒有33.8跟32.5 沒有錯 他面對隸屬 面對素屬已經變成不同的數字了 面對不是前鋒 你可以發現他的 鏟球數據是從28.6到29.9 再到30萬 是不同屬性不同的數字 我們來看 面對右邊的盤球三尾 技屬性的萊文 素屬性的布萊恩 以及歷屬性的新田順 面對萊文沒有問題 27.9萬 無論萊文佔什麼位置 戈薩都可以對付 接著是布萊恩 他是多人對決渾身一擊的情況 這裡的假設是這樣 29.8萬 面對素屬性 格薩是可以到32.5 看起來是必贏 但是布萊恩如果站位OMA補 28.6就沒有辦法贏 布萊恩的29.8萬了 所以這裡我給的是三角形 接著是新田順 進區加成29.7萬 飛進去只有25.5萬 非常低的盤球 但是進區可以高達29.7 基本上 格薩沒有問題 33.8萬 面對29.7當然是可以對決獲勝 我們來看他的斷球吧 面對技屬性前鋒33.3 力屬33.2 速屬31.8萬 面對非前鋒 則是28.1到29.4萬 其實不到30萬都是有風險的 面對傳球 33層 這個是OMF或DMF 也就不是前鋒了 不過還好技屬性他有29.4 還是吃定了 33層的27.9 接著是布萊恩克萊佛特的 單人對決渾身一擊的傳球 有29.1萬 這個數字雖然說是輸31.8 但是同樣的 布萊恩如果站位OMF 則只需要面對28.1 那布萊恩則是可以贏的 所以給一個三角型 接著是比卡姆 這位是OMF 渾身一擊 29.9 算是隸屬性裡面最會傳球的 基本上面對格薩沒有問題 格薩29.4是輸的 因為29.9比29.4高 接著我們來看三角短傳 33層29.1 仍然格薩是守得下來的 29.4 然後是布萊恩 全人足球33.3萬 注意是單人對決 33.3 其實格薩還是守不下來 格薩最強31.8 面對數屬性 真的是擋不下這個全人足球 然後就是隸屬性的凱薩偏重中盤 他的全人足球有30.4萬 基本上格薩面對隸屬性還加成了 33.2沒有問題 是守得下來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他的擋球對決色們 因為他這次自帶全新的擋球必殺技高達480 原本只有450左右 面對平射高空低空他是不同的數字 因為這一位格薩是有高空擅長 面對前鋒加成20% 我們可以看到 技屬性他有37.3萬 力屬性37.2 術屬性35.7 看到這樣的數字其實基本上擋球應該要贏 不過射手絕對不是只有前鋒 如果是非前鋒他則降到31.5到33萬之間 高空比較強 那我們待會來看高空 首先是禁區加成的新田順 新田順厲害的是低空 平射高空都會被格薩守下來 低空還是會被守下來 低空格薩你可以看到 面對隸屬性高達37.2萬 前鋒 新田順就是前鋒 毫無機會 那我們來看凱薩跟比卡姆 這兩位隸屬性只有平射 38.7萬面對擋球的凱薩真的是超猛的 面對凱薩的射門他有37.2萬 還是擋不下38.7萬 面對比卡姆他則只剩下33萬 因為比卡姆是OMF 基本上這兩位他都守不下來 那我們來看素屬性 首先看日向小事長的平射 35.9萬面對擋球 格薩居然也擋不下來了 面對素屬性35.7 守不下35.9 然後是日向小事長的高空 這次就沒問題了 他的高空擅長之後到36.5萬 速屬性 他是可以守下日向小事長的高空 但是低空又沒辦法了 35.7是輸35.8 不過日向小事長是竭盡全力 數據是會下降的 其實格薩手下來的機會非常的高 接著是布萊恩 平射 36.4又贏35.7 我們直接看下去平射好了 包括這位WY日向小事長的37.4 也是搖搖領先35.7萬 然後最後是素屬性的倫申布林克爾 接獲克里斯曼的傳球35.2 還是過不了格薩的擋球 看起來就是兩位日向跟布萊恩蠻穩的 然後高空 剛才我們看過日向高空 那我們接著來看布萊恩的高空跟 WY日向的高空基本上 格薩不是保證守下來 比如說布萊恩如果站位OMF 那32.2就守不下來了 那這位WY日向小事長 37.4萬是日本傳球 可以過格薩 格薩守不下 但是如果是其他國籍的球員傳球給日向小事長 36.4 格薩36.5 剛剛好 有機會擋下來 那接著來看他們的低空 布萊恩的低空 32.6 哇 格薩守得下來呢 但一樣的問題就是如果站位OMF 格薩其實就守不下來了 然後就是日向小事長 WY的 以及倫生布林克的低空 這兩位低空實在太猛了 都超過37萬 格薩是毫無機會了 我們接著來看技屬性 理論上 力屬性面對技屬性應該要穩穩的 但因為這一位 格薩的特色是前鋒加成 你可以發現 面對技屬性 全力釋放 萊恩33.8萬 萊恩只要站位OMF 居然過得了格薩的32.9 想不到 另外兩位 技屬性的日向小事長 或者是火野龍馬 他們面對擋球 或者面對DF有特別加成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過格薩的 可以看到 不管是日向小事長還是火野龍馬的 評測 高空低空 全部都是全 也就只有萊恩的評測33.8 有機會過這位格薩的擋球了 我們來看同位置排名 格薩的擋球評測在第四名 高空在第三名 低空在第二名 非常猛 那第四名 他的前面有第一名的格薩 月中限定 然後第二名的赤藤羊 第三名的卡羅勒斯 以及第五名的錦川躍人 那這裡 你可以發現 我剛剛在片頭講的 就是格薩吃掉他的480檔 居然躍局擋球第一名 還不只平射擋球 你可以看到低空擋球也是他 那我們接著來看高空擋球 錦川躍人 穩穩的占據第一名 但這位格薩已經串到第二名 第三名就是今天影片的主角 隸屬性的球傳格薩 第四名真我 第六名賀茂崗 然後低空擋球第一名 又是這位格薩 然後第二名就是他了 這兩位格薩真的很可怕 要嘛一 要嘛二 要嘛四 三 幾乎都被他們拿下 排行榜的前三名或前四名 那我們看第三名是景川躍人 第四名賀茂崗 第五名真我又二 盤球當然不用看了 後衛是不會好到哪的 125名 那我們接著來看的是他的斷球 13名 果然是比較弱 他的後面是賀茂崗 前面是這一位 調整 兩度調整 這張卡真的很受遊戲公司的喜愛 我還是會介紹這張卡 重新調整之後真的是蠻猛的 然後是11名的卡納瓦爾 以及第七名的拉頓加 這一位也是經過調整 也是變得非常的強 但其實他原本就很強了 那我們接著來看的是 鏟球第九名還不錯 後面是第十名的歐米加 第八名的雷昂迪克 第五名月中限定 刺警職業 以及第四名 就是月中限定割薩了 我們來看球員分析 首先來看他的優勢 五名以上隸屬性海外全能力值加25%的隊伍技 其實已經蠻久沒看到了 上一個好像是隸屬性的禮包二 然後是被動 就是前鋒克星加20% 他的半是兩名以上隸屬性球團 全能力值加3% 團的條件對方減3% 是一個扣半型的球員 但是加3減3並不是非常的突出 然後就是與隸屬性球員對上 全能力值提升7% 以及無法行動的時間縮短70% 這個前能非常的重要 我們看他自帶480全新的擋球 使得他的擋球來到432 平設高空低空 他的殘球第九 他的斷球13 都是他的優勢 他的白值也不低 83857 超級限4次 98257 外部機會就是耗體 30% 這也是很厲害的一個前能 最好還是不要去對決他了 接著來看他的劣勢 他的斷球沒有第二必殺 這是一個重傷 這個割薩雖然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遊戲就是故意不給他第二項的斷球必殺 其實你可以看他必殺技威力只有440 遲早會出第二項必殺 但現在沒有 所以他是有一個致命的弱點 接著是他的盤球125傳球97當然都不是很好 不過他是DF 其實不要太苛球攻擊了 我們來看他外部威脅 封印 以及OMF 簡單來講 他會怕封印 你看他沒有第二必殺就知道 一旦被封印斷球 這張卡要過就容易了 然後就是OMF了 因為他是前鋒克星 其實不只OMF DNF也會是威脅 下面這7個圖案 這是我提供的必殺技組合 也就是 擋球、殘球、斷球是自帶的 希望各位能夠再加一個殘球、一個擋球以及盤球傳球 最後我們來看抽卡建議 剛才那一頁本來最後會是有一個我給的抽卡建議會是什麼 我想澄清 然後就重新製作一個抽卡建議的頁面 有的人不知道我的抽卡建議分成4集 就在這裡列給大家看 有顏色的就是我這一次推薦的 也就是這一張卡是可以擁有 這裡三角形本來是可有可無 改成可略過 其他就沒變建議擁有跟強烈推薦 接著下面則是我在評價一張卡是否值得去抽的時候 所考量的其他項目 我這次也都列出來了 首先數據仍然是我考量的第一個 也就是他沒有第一 所以我不太可能給到建議擁有 但是他已經比肩月中刺井 刺井就是擋球三項再加殘球斷球全部在前十名 這張戈薩只有斷球落到前十名之外 他的擋球平均還比月中刺井好 他的殘球斷球其實也沒有輸月中刺井太多 所以這張卡算是蠻好的 接著生態也就是目前的環境 扣半優秀的DF實在是很多 所以這張卡我也不會因此調升他的評價 至於特殊 則是他的復原百分之七十 要提醒你 復原百分之七十是好處 所以是藍色的 百分之七十可以做到的就是 一旦你地圖傳球過了他 他可以立刻恢復 幾乎是立刻 不能說百分之百 但是幾乎是秒恢復 所以說雖然他沒有自動籃節 但我剛剛在球員分析外部的威脅裡面 我沒有提到地圖傳球 就是因為有復原百分之七十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接著是他的耗體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 同樣是蠻少見的 所以這兩個對這張卡來講是絕對是優點中的優點 接著是其他 這張卡還可以幫助月中的素屬性的割薩 平射擋球跟低空射門擋球來到第一 其實高空擋球他也在前三了 我想這張卡就扣半而言 他有他的地位 就是這裡有提到 比如說他的特殊 或者是他的數據 但是其實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是加班隊來抽這張卡 會比較好 因為你的素屬性割薩 可以再提升一個檔次 不過回到我們這張卡好了 有的人說數據第一沒什麼 我想我還是講一下我的理念 我尊重你的意見 但是我為什麼要強調有沒有第一 因為這是一個天花板的概念 就像布萊恩當時 這個射門直接跳到第一的時候 為什麼會給強烈推薦 就是因為那個第一我判斷 可能會是天花板 那天花板我沒有辦法去預測 這只能說是一個判斷 也就是說今天是第一的話 比較有可能成為天花板 就像雷歐 他的殘球跟斷球馬上就到第一 而且破40萬 我個人認為那就是天花板 但是未來呢 有沒有可能超越 當然有 但多久呢 假設三個月六個月之後才有超越 那張卡是不是就很值得你去擁有 所以如果連第一都沒有 然後你跟我說 數據不算什麼 當然你有你的看法 我也有我的想法 以上是我對割殺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